他也提升等级 直接强势的进来把这个红八斧反掉 开车 开车 有机会 四个人一起过来 打的人炸零一下 先看贝尔软吗 贝尔软是踩走了 但跳起来 漂亮 山仙没有跳出来 飞自打的FIRST PLUS 哇 很漂亮啊 这位的 又在中路蹭了一波线 这个位置其实有点伤 就是因为 感觉想尝试性的抢一下了 能不能打 好像还是不行 没到斩杀线 抬到黄死了 接了黄风绝起斩 直接被秒了 虽然炸弹定住了四个人 但是少一个打野的情况下 感觉一把如果一体打野的大后期啊 两位觉得会怎么 每每感觉中期的时候 其实哎 看这波斯高的 身后没有队友 闪现能不能招出来 感觉招不出来了 能不能换一个Berry来扛中一下 没有扛到之后 Berry要拿到一扫 高的的人头 放手借心了 就这一步 那口刚 而且瑞兹没被打闪 这样反过来 姐姐去控龙了 他知道 对方这波中 打完是回家的 是 但这把龙节奏很慢 你指望 龙确实现在都是那种 指望不太上了 对 第一条风龙往往会被放到 比较滞后 现在实事打的 因为如果这二天锋给出去的话 一定会中路外塔是守不住的 但是Berry要 Berry要 觉得很不容易 大门 Berry要 直接干大了 进去直接下均 现在Berry要 Berry要 这波是没有闪电的 Berry要 这边表战他还不错 直接逞了一下 回了头血 周边要打一条 给一个 苗表 给一个大门 好严 也是残血 炸的人还带走一下 连机场 还是够 Mako这波 对 先打一下 等对方23秒的风墙的CD Skawton在逮捕Mako 但是这个位置 Skawton进龙 可以打了 直接抓了 完胜了 对方没有风墙 可以打完走 再给一个烟雾弹 狐狸眼睛 还有12秒的风墙CD 没有问题 一定直接撤退 若林踢过的 侧面的一个防御塔 他的体力冷却 等一下瑞治普 同时一个状态 以后一些大龙 龙半血 可以踢了 可以捏成了 龙有了 对方错了 直接放了 直接稳稳的拿下来 没问题 可以 第三条的水龙 水龙屁埋了 哇 这个时光太关键 可以开了感觉 给了个风墙 拉扯一下 接近EQ往后面拉 没有大招了 大招还没好差一点点 太招了 改变直接起来 但这波的话 就失望了 然后汉哥就秒了 还有机会 时光也被秒掉 WiPi交闪 追Skawton 但Skawton走掉了 亚生都被Skawton拉扯的 好难受呀 WiPi交了闪 现在要死了 二换 二换三 二换三 而且现在的问题 还没刷 这怎么办 现在必须要想办法做抉择 还是想拼吗 看一下 杰杰 守美克这个位置 链子给杰杰滑的 就顶了 先看守美克 没有掉了 许兽不许臼 这个志凯带到 大龙拿下 大龙 大龙 看着先杀人 再拿大龙 看到这个位置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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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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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水龙魂也有了 这把1的比赛 应该是十又八九了 这可以说优势很大了吧 这把讲道理优势 真的已经非常大了 非常大 非常大 理性来说是非常大 现在又到了那张图 就是原来的我看到 来直接逼你位置 给金跟南枪点塔的空间 下路的兵线 对你 好难受 就是闪生开大 还能听到了 Kennion 机会护卫在原地这个位置 伤害低线没有给出来 没有进来 在那边一大便 渐渐直接拿到这个人 从远方开起来 一个完美线目 他看有一个封墙 上路的嘴镜可以拆掉 在这个时候可以一波 可以一波 推积地就可以了 如果对方出来再打人 身下方在跑前打 用情络 859 直接把住包机不要掉 拿住这个护卫的大招 没什么用 一个人都死不掉 全队面前 精神结束两个都杀掉 这五天神在家的Kennion 有炸弹压起身 团灭 一地军 先上一层 再来一个055 最后 此刻我们开出了 此刻我们开出了 最后